在太空中进行低温冷原子实验可以发现新物质 可做实验的宇航员却不知道 危险即将到来 随着地面科学家的指挥实验启动 可下一秒 空间站就被一个不明物体 混乱过后 宇航员小黑不幸身亡 杰拉则大难不死侥幸存活 可就在杰拉事后检查空间站时发现 不明物体经是一具30年前的宇航员尸体 回到地球后 杰拉第一时间把这件事报告给了航天局 可航天局高层精解却不相信杰拉的 因为航天史上就没有宇航员尸体留在太空 就算有尸体也不可能完好的保存30年 由于尸体被杰拉发现时已经飘向了宇宙深处 而且当时他身上的摄像头损坏 也没有视频证据 所以精解说一切都是杰拉的幻觉 他看见的很可能是以前宇航员带上去的账户 杰拉百口莫辩 只能接受高层的说法 但杰拉不知道的是 会议结束后 精解就找到了指挥杰拉在太空做实验的科学家老白 说尸体的出现证明实验可能成功了 索性自己已经压下了这件事 老白眼神深处闪过心烦 他对精解说他们可以回家了 但老白称呼精解却是叫的眼儿 与此同时 杰拉匆匆领了航天局发给他的微声诉讳 便去祭拜遇难的小黑 可就在他祭拜时 诡异一幕出现了 小黑竞主着拐杖站在不远处 手里拿着鲜花 口中正在表达对杰拉去世的故事 但只是片刻小黑就消失不见 杰拉懵了 难道自己真的出现幻觉吗 他赶紧回家休息 可却发现 女儿竟然躲在柜子里还瑟瑟发的 而杰拉一问才得知 女儿是在害怕 因为他这几天总是看见一些幻觉 刚刚在家里 女儿竟然看见杰拉已经死了 家里正在举行追悼会 死去的小黑也在 他还看见了另一个自己 不仅如此 他这几天还总是梦见太空中一个 明掉眼儿的宇航员在家 对方似乎处于半生半死之间 杰拉越听越心惊 他要女儿把宇航员画出来 自己则到外面平复心情 因为女儿的幻觉里自己也死了 而小黑却活着 可女儿画好的画 却再次让他破防 因为画上的宇航员 正是杰拉在宇宙中看见的尸体 杰拉感到了不对劲 如果一切真的如高层所说 是自己的幻觉 那为何女儿也能看见呢 杰拉立刻连夜来到宇航局 就想调查近年来的宇航员名单 可资料是绝密 就在杰拉打算放弃时 一份医疗记录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因为杰拉发现 同样都是发给杰拉小队的维生素 其他队员都是一型 自己的却是B型 而和自己同样B型的其他宇航员 全部都声称自己看见过诡异现象 有人看见太空站外有天使 有人看见了死去的儿子 杰拉觉得B型维生素肯定不简单 赶紧把他拿到机器下分析 可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 B型维生素其实是抗幻觉药物 航天局高层明明说自己看到的是幻觉 那为何又要偷偷给自己吃这种药 看来航天局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隐瞒自己 杰拉决定独自调查出真相 可现在该如何查起呢 而就在杰拉烦躁时 他突然发现家里的地上竟有一个神秘信封 信封来自一个废弃的天文台 杰拉将其打开 里面是一封信和一卷卡带 信上说卡带是杰拉在空间站时的录音 希望杰拉确认真实信 可这个卡带连航天局都没有 对方是怎么得到的 杰拉赶紧播放 发现录音确实是自己 并且非常清晰 杰拉决定亲自取这个天文台 或许对方手上还有其他线索 临走前 杰拉拿上了自己在太空中 进行冷原子实验的设计 因为所有的幻觉都是在实验后发生的 冥冥之中 杰拉觉得两者有一定联系 紧接着他还带上了女儿 就朝着废弃天文台急驰而去 迎接他们的侍卫白发老泰 自曝身份后 杰拉和女儿顺利进入了里面 老泰介绍 自己和弟弟本是天文台的员工 但由于年纪大了便没有离开 而是住了下来 杰拉疑惑两人的卡带哪里来的 就连宇航局都没有 老泰这才解释 1949年战争结束后 一些顶尖的监听设备被拍卖 两人的父亲刚好买了一台留给他们 于是他们开始利用设备 通过卫星来记录太空中的种种声音 这时杰拉女儿突然发现 老泰和弟弟的一张照片 最开始指挥杰拉做实验的科学家老白也在其中 老泰弟弟这才说 科学家老白1982年也曾上过太空 可在返回后便来找他们 想要自己在太空上的录音卡带 杰拉这才想起 1982年的空间站也发生过一次意外 老白是唯一的幸存者 但奇怪的是 以前的老白酗酒成性 但回来后的老白就像是换了一个人 还当上了科学家 杰拉还想说更多 却被老泰制止 原来他们这里早就被宇航局监听了 老泰拿出了一些卡带 要杰拉和女儿随自己出海 因为接下来他要给杰拉听的卡带非常特殊 普通听只会听见电流声 可当他们在特定的地方 里面的录音才能被人听见 在路上 老泰告诉杰拉 杰拉之前看见的幻觉都是真的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一种特殊的变化 几人来到了一片海域 这里便是老泰多年来找到的 听特殊卡带的地方 他打开了其中一卷卡带 里面是之前一个1967年被火烧的女宇航员 从对方断断续续的声音中可以分析出 该名女宇航员应该是死了 老泰怀疑对方就是杰拉在空间站看见的女宇航员尸体 但他查过资料 当天只有苏联派的一名宇航员进入太空 而那名宇航员后面回到了地球 还当上了宇航局高层 那个人正是精解 老泰的讲述让杰拉非常震惊 但更让他震惊的还在后面 好你会想安收断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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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ombres 哪有 见杰拉不相信 老太直接将录音放了出来 而还不等他将耳机给杰拉 杰拉女儿直接打断了老太 杰拉也趁机关闭了录音机 因为不仅是为了女儿 她自己现在也没有准备好听卡带里的内容 老太见状没有继续 她将杰拉母女送回岸边 临走时把卡带全塞给了杰拉 杰拉没有拒绝 可就在她即将到家时 杰拉却突然发现 本来在其他地方只会听见电流声的卡带 在靠近实验仪器时 声音却诡异地清晰了起来 杰拉想到了什么 她赶紧安排好女儿睡觉 自己则将卡带摆在实验仪器的旁边 开始听上面的内容 里面正是当天自己在空间站出事情 女儿和自己视频时的通话内容 就在听到一半时 女儿跑了出来 她一直在偷听 可却越听越不对劲 与此同时 航天局内科学家老白也发现 自己的实验设备失踪了 因为杰拉的试炼 所以她怀疑是杰拉偷的 于是立刻就要带人去抓杰拉 可就在她向军方申请人手时 尴尬的一幕却出现了 老白竟然在此刻尿失禁 军方以为老白是太老了 可老白却深知不是这个原因 他要军方给自己准备人手 自己则先去换一条裤子 老白来到厕所 可他并没有急着换裤子 而是站在了镜子前 开始呼唤一个名字 唯一的事情出现 镜子里竟出现了一个 和老白相同样貌的 但衣着却完全不同 而老白对此竟然丝毫没有惊恐 干涂可是空 thick一项 我来自我吻 奥军方案 甚至说你赵 driving 为了 Whether又可以 如果你是怎样 您可以 相当 państwo 当体豈谁 臭臭臭